法官拒接受亨特拜登認罪協議 李昌遇被指偽造證據後發聲明否認 紐約市中心高出起重機倒塌墜落 造成11人受傷 俄亥俄州警察 因放任警犬襲擊 投降嫌疑人遭解雇 賣了股價上漲 公司營收增11% 吹哨人國會爆料稱美國政府長期隱瞞UFO計劃 三名海軍陸戰隊員 車內一氧化碳 中毒身亡 借交今日時事縱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主持人曉曉 今天是7月26日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7月26日 據美聯社報導 當天 一名聯邦法官拒絕接受總統之子亨特拜登的認罪協議 該認罪協議旨在解決對亨特拜登長達5年的調查 此案仍是共和黨對拜登父子進行調查的關鍵點 據報導 由前總統特朗普任命的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法官諾雷卡 對新協議的法律架構提出質疑 要求雙方提交額外的案情摘要說明 聽證會將改期舉行 在此前的協議中 諾雷卡也對一項涉及槍支指控的條款表示擔憂 該條款允許亨特對其他潛在指控享有廣泛豁免 在之前的聽證會上 亨特和他的律師團隊表示 如果政府不保證 不會採取進一步傾訴行動 他們就不接受認罪協議 法庭程序因此暫時推遲 諾雷卡指示拜登及其律師與政府律師協商 並暫時休憑 諾雷卡推遲認罪協議之前 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 密蘇里州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 敦促諾雷卡基於兩名國稅局調查員在此案中 存在政治偏袒的指控 而拒絕認罪協議 共和黨方面 質疑亨特的收入來源 並指責他與其父親一起對外國公司都受其政治影響力 白宮駁回了這些指控 稱其為毫無根據 白宮新聞秘書讓皮埃爾在當天晚些時候說 亨特拜登是一名普通公民 這對他來說是個人問題 總統 第一夫人 他們愛他們的兒子 他們支持他 繼續重建自己的生活 亨特親民53歲 是拜登總統最小的兒子 也是唯一在世的兒子 7月26日 著名華裔法醫專家李昌玉發表了一份聲明 堅決捍衛自己的工作和聲譽 原因是 上手有一名聯邦法官 在一場謀殺案審判中發現李玉昌因偽造證據 而該案導致兩名無辜男子入獄數十年 據報導 入獄的兩名男子 薄奇和亨寧在1985年12月1日發生的一起案件中被定罪 部分依據是李昌玉說 在65歲的受害者卡爾加中發現了有血跡的毛巾 然而 一名法官於2020年撤回了對二人謀殺重罪的定罪 二人隨即提起了聯邦錯誤定罪訴訟 指控李昌玉和8名警察調查人員 美國地方法院法官博爾登上週五裁定 沒有證據表明李昌玉曾經對毛巾進行過任何血跡測試 法官寫道 李昌玉說他對毛巾進行過血液反應測試 但沒有影音或文字記錄顯示他做過這類測試 此外 實際進行的測試顯示減染物並非血跡 李昌玉週三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他對這一裁決感到失望 他再次否認捏造證據 並暗示血跡可能在案發至今到20年間已經出現退化反應 李昌玉在聲明中寫道 我沒有動機 也沒有理由捏造證據 我對毛巾進行的化學測試 並沒有直接證明薄奇先生和亨明先生 或其他任何人是這起犯罪的嫌疑人 此外 我在他們審判中的科學證詞包括無罪證據 例如在他們的衣服上發現血跡的陰性結果 可以證明他們無罪 李昌玉曾是康州法醫實驗室的前任負責人 現任紐黑文大學刑事司法和法醫科學學院的名譽教授 1995年 他因在金普斯謀山案的審判中一舉成名 9月26日早上 紐約一台高建築起重機 在曼哈頓西區上空起火 導致其長壁折斷 撞到附近的一座建築物 然後墜落到街上 人們在人行道上四處奔逃 該起事故造成11人受傷 當局稱 這台起重機在45層高處施工進行 其發動機艙於上午7點25分左右起火 社交媒體上的照片和視頻顯示 第41階和十大道上空數百英尺的起重機突然起火 起重機的手臂承載著16噸的混凝土 在折斷之前 旋垂於空中 起重機的操縱人員在火勢蔓延時將其撲滅 但最終不得不逃往安全地帶 紐約市消防局副局長表示 承載重量機機械臂是通過電纜連接的 當起火後 電纜會削弱到失去強度的程度 最終 機械臂倒塌 當消防人員趕到現場時 機械臂已經墜落到地上 所幸並沒有造成重大人員傷亡 當局表示 9名平民和2名消防人員受輕傷 1名消防員趕到胸痛 被送往醫院 官員們表示 該項目的總承包商 莫納德諾克建築公司之前發生過一起事故 莫納德諾克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安全是其所有項目的首要任務 並且正在與所有監管機構充分合作 7月26日 據ABC新聞報導 俄亥俄州警方當天表示 俄亥俄州一名K9警官在因他的警犬 為襲擊一名在高速公路追逐中投降的 被一卡車司機後遭到解僱 據報導 該事件發生在 7月4日 但該視頻直到上週才公開 視頻顯示 被一司機羅斯 和警方進行了長時間的高速追逐 最終下車 雙膝跪地 雙手舉高 此時 警官斯科曼似乎放開了他的警犬 並指著羅斯 最終警犬襲擊了羅斯 該起襲擊發生後 當地BLM組織宣布計劃於週六 在警察局外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 BLM組織在其Facebook頁面上列出了一系列要求 包括立即解雇奢侈警員斯科曼 以及要求商機司機的警犬退役 當地警察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俄亥俄州瑟克爾維爾的K9警官斯科曼 解雇已經生效 警方表示 斯科曼警官沒有達到我們對警察的標準和期望 儘管審查委員會得出結論 在逮捕和逮捕過程中 遵守了該部門使用的警犬政策 但該警員還是遭到了解雇 警方的聲明中沒有涉及對警犬的處理 俄亥俄州長德溫在週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瑟克爾維爾的這起事件應該是一個教訓 給每個人敲響警鐘 讓他們知道俄亥俄州的警察培訓是不平等的 他們需要平等 他表示他將向州議會提議 在州預算中增加資金 為俄亥俄州各地的K9部隊建造培訓設備 並表示他希望培訓 能夠提供給俄亥俄州的每一個執法機構 7月26日 Facebook母公司MEDA報告稱 截至6月份的季度營收為320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增長11% 超出了華爾街的預期 這一結果標誌著 MEDA在經歷了2022年的收入下降之後 連續第二個季度實現收入增長 該公司報告 本季度利潤77.9億美元 比去年增長16% 也超出了分析師的預期 該報告發布幾周前 MEDA推出了推特的競爭對手 Thrise 該應用程序在推出後不到一周的時間裡 就獲得了1億用戶註冊 儘管用戶參與度有所下降 但MEDA仍在穩步向該應用程序添加功能 以保持這一軟件的熱度 該公司表示 Facebook的日活躍用戶 月升至20.6億同比增長5% Facebook的月活躍用戶數也同比增長3% 這一結果出台之際 數字廣告的需求似乎在此升溫 而且投資者對人工智能的熱情 近幾個月來提振了科技行業 在公司經歷了艱難一年 MEDA第三個季度收入下降後 公司於2月份制定了效率年的計劃 這一年的特點是大幅削減成本措施 和大規模裁員 去年11月MEDA表示裁員1萬1千人 這是該公司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單輪裁員 今年3月扎克伯格宣布 MEDA將再裁員1萬名員工 7月26日據美聯社報導 一名前美國空軍情報官員週三向國會作證 表示美國正在隱瞞一項長期計劃 該計劃旨在對不明飛行物進行檢索和逆向工程 而五角大樓否認了它的說法 退休少校格魯什在眾議院監督小組委員會上的證詞 是國會對不明空中現象的最新嘗試 UAP一詞是美國聯邦政府用於代替不明飛行物的官方術語 儘管雖然對神秘飛機或物體的研究經常引起人們對外星人和小綠人的討論 但由於擔心飛行員觀察到的目擊事件可能與美國對手有關 民主黨和共和黨近年來已將其作為國家安全問題的推動更多研究 格魯什表示 2019年政府UAP工作組負責人要求他查明與該工作組任務相關的所有高度機密項目 當時格魯什被派往負責運營美國間諜衛星的國家偵查辦公室 格魯什說我在執行公務期間獲得一項長達數十年的UAP事故檢索和逆向工程計劃 但我被拒絕訪問 當被問及美國政府是否掌握有關外星人生命的信息時 格魯什表示美國可能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就已經意識到地外生物的活動 五角大樓否認了格魯什掩蓋事實的說法 國防部發言人高夫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調查人員尚未發現任何可驗證的信息 來證實任何有關擁有或逆向工程外星材料的計劃 過去存在或目前存在的說法 格魯什指出 他在發現這些情況後就成了吹哨人 並因此受到了報復 由於調查人在進行 他拒絕對所遭受的報復行為做出更加具體的說明 一些議員批評五角大樓沒有在機密簡報中提供更多細節 也沒有發布可以向公眾展示的圖像 在此之前 五角大樓官員曾經展示了一段 從一架軍用飛機上拍攝的不明空中現象圖像 五角大樓在去年12月曾表示 自從重新啟動對不明飛行物報告的調查工作以來 他們已經收到了數百份新的報告 7月26日據ABC新聞報導 北卡州周彭德縣治安官辦公室在一份新聞稿中表示 上週末被發現死在一輛汽車內的三名海軍陸戰隊員死於一氧化碳中毒 當局表示 週三對三名遇難成員進行了尸檢 法醫確定 所有三人死亡均與一氧化碳中毒相符 海軍陸戰隊已經確認了週末在北卡州一輛汽車內發現死亡的 三名海軍陸戰隊員的身份 彭德縣治安官辦公室表示 警員們於週日上午9點接到電話調查失蹤人員的報告 該部門表示收到三名海軍陸戰隊員的失蹤報告 但拒絕透露細節 發言人稱車內沒有發現毒品 在調查過程中 當局在北卡州一家鞭利店外的一輛汽車內發現了三名男子的屍體 彭德縣警長卡特勒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對這三名年輕人不幸去世感到悲傷 他們光榮地為我們的國家服務 在這段時間裡 我們的思念和祈禱與他們的家人和同事同在 感謝您的收看 同時也歡迎大家關注並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